行了 别不高兴了 就算是没那个事情 你爸爸也跟曾家翻脸了 您说什么事 曾家的婚事 您把曾家的事都给推了 曾平病得不轻 有今天没明天 不推行吗 你打算真正的守洁去 这老二金亚没病 你们把我跟金亚的婚事 也给推了 你爸爸可没说清楚 你们这弄的是什么事 我跟你说 我跟金亚的婚事可是事先有约的 还打分架来增加去 老大短命 老二不就成老大了 我凭什么不嫁 我可没说我不嫁 别着急 我赶紧给你爸爸说说去 曾家这两口子 那您就等着看吧 到底谁说了算 你用场 亲家公啊 那天你和夫人到舍下 好像跟我提起一件什么事 那件事不用提了 我想起来了 说的是小女的婚事 那也是我和那人一时考虑不终 时之梦浪 让自己娘了 这说的是哪里话 文伯兄 你要不提醒 我早就忘了 素云都二十岁了 咱们有约在先 这早点定个日子嘛 那 你和夫人点头了 她有什么不点头的呀 眼下 是多事之秋 女儿早嫁出去 做父母的也早省心 好极了 不过 平衙确实一直握柄在床 还没有痊愈 哪有什么呀 在婚礼是大胸哥不露面 没谁会挑剔吗 大胸哥 对呀 她弟弟金亚结婚 那她就是县城的大白子嘛 司长是说 金亚 对呀 婚书上不是写得明明白白吗 金亚和素云八字相合 是火旺姻缘 多好啊 青青公伯 你和青青公伯好好商量商量 早点定个日子 我恭候佳音了 告辞了 她说的好没有道理 哥哥还没有结婚 怎么能轮上弟弟呢 雪上家说 外行 这勺子是用来调咖啡的 不是喝咖啡的 你们陆军亚们不喝咖啡啊 他们都喝茶 花茶 龙井 香片 什么的 陆军部 每年花那么多钱 派人出去留学 还这么老土 怎么学的呀 咱们俩的事 日子定了吗 你爸爸吐口了吗 还没呢 是他没说还是你没问啊 这可是你自己的事啊 家父的意思是 先给大哥冲喜 再办咱们的事 这掌又有序吗 你大哥还要冲喜啊 那杨木兰他答应了吗 木兰 心眼好 他会答应的 好 那这以后 我跟杨木兰 针尖对卖忙 你像着谁啊 你俩 不会吧 对不上了 以后进了门 我们就在一个锅里吃饭 成了轴里了 怎么对不上啊 是 木兰脾气好 你就放心吧 我说你这人怎么说话呢 他心眼好 他脾气好 那是我心眼不好 脾气不好了 是啊 是 是还是不是 不是不是 你好 你好的 都好 都好 我告诉你啊 你要给你家二老挑明了 以后谁当家谁做主 我姓牛的 可不想做受欺负的小媳妇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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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让贵姐给洗脚 也不找个丫鬟过来 丫头伺候不好 还是我来吧 老爷今天累了一天 他又不想洗澡 我就想端盆热水 让他暖暖脚 舒服舒服 哎呀 人家牛子大可是忙得很啊 一会儿 这个陆军总长 一会儿这个一员 那个一员 根本就没时间见我 所以说他爹现在忙着国会改选 想给我也闹个预言当的 但变得北伐军闹得那么厉害 其实你这个预言当不当也两可 人家是投之以木桃 我们总要抱之以穷瑶吧 金燕和素云的婚事不能再多了 再说了 我们还有一大笔银子 在他的银号里呢 哎呀 其实素云这个丫头啊 真的很有心悸 我怕将来 恐怕我们金鸭吃不住她 我看素云的孩子 还知受打理吗 说起话来 也偷偷知道 可是 老儿赶在老大的前头 我觉得不合理数 我斗胆插句话 太太可别笑话我 要是大少爷 跟二少爷的日子定在一块呢 定在一块 冲喜冲喜 越冲越冲 两顶大花椒一起进门 那就喜上加喜 到时候啊 大少爷的病就一冲而散了 嗯 哎 姚家那边怎么样了 姚家还是不肯答应 大少爷也不肯答应 说是死 也要等曼妮小姐 真是一根鸡 除非 除非 让大少爷死了这个心 嗯 什么 死了心 我是说啊 假如曼妮小姐不在了呢 曼妮不在了 或者说 她嫁给别人了 哎呀 你这不是空穴来风吗 那平亚能相亲吗 老爷您是管电报的 来风电报 还不容易吗 妙子 哎 可是 以后曼妮回来了 我们如何面对啊 到那时候 姚小姐就已经煞烧奶奶了 生米煮成熟饭 能怎么地啊 就说 发电报发错了 听个谎信 可惜你是个女的 不然 你可以当国会议员 老爷倒是能够关 可是这将来 我是会被人骂死的 记住了吗 我记住了 要像真的一样 啊 父亲 我怕 大哥他受不了 肠痛不如断痛 啊 平亚 你就安心养病吧 啊 可是找不到曼妮 我怎么能安心呢 父亲 我请求你 继续给南方发电报 万望找到曼妮 徒劳啊 怎么 南方的电报也不通了 军方的电报还是通的 不过 还不如不同的好 二弟 二弟 大哥 你在陆军部 我求你想想办法 和曼妮通通消息 行吗 大哥 我一直替你打听消息 我已经托人去办了 什么 那有消息了吗 金阳 不要说 平亚 你好好养病吧 我们走了 大哥 走 二弟 一定收了消息 你快告诉我 曼妮什么时候来北京 金阳 你大哥现在不能激动 他没有消息 走 阿里 走啊 你快告诉我 大哥 你就不要再问了 我必须知道 曼妮是生病了 还是出了什么事情 大哥 电报上说 他在江西嫁人了 他在江西嫁人了 什么 大哥 大哥 你快去看看吧 平亚约过去了 快 你小心 快点 慢着 平亚 在这儿 平亚 妈 平亚 你坐 平亚 妈 怎么样 病人呢 受了点惊吓 倒是出了一身透汗 病情呢 要是能过了月中 就渴望恢复了 那不是快了吗 啊 耀眼 一定是耀眼 大哥 其实 我也不信 可是前方的电报上 言之凿凿 说曼妮 她嫁了一个南方军官 就是北伐军 哎 那你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呢 要真这样的话 那还得了 哎 我听说 那男的 还是他的同乡呢 现在都讲究自由恋爱了 这种事 多得很 什么叫多得很 我是算了 父亲 看来大哥 他是相信 君子 可欺 欺一方 今呀 这人万不得已 都是为了你大哥 是 你们都在 爸 怎么了 我听说曼妮姐改嫁别人了 哎呀 三弟 二哥 你可别听风就是雨 说不定 以讹传讹 根本就没这回事 再说 我曼妮姐那样的人 做得出这种事吗 哎呀 此一时彼一时吗 再说 他身陷江南 北归吾 又无依无靠的 出此下策 那也是情有可原的 反正我不信 我曼妮姐 那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人 他就是死啊 也不会抛弃我大哥的 你二哥 衙门里传出来的消息 君中无戏言 还会是假的吗 他们陆军部 能有一句实话吗 本来他就是兵败如山倒 还说什么胜利转进 还要什么邀功擎赏 再转进啊 就转进咱北京城来了 三弟 从今往后 不允许再提曼妮这两个字 也不允许告诉你大哥 好了 哎呀 三弟 你 父亲 您消消气 靳雅 去把这事告诉姚木兰 好 我去 苏雅 平昌哥怎么了 你说呀 怎么了 我二哥从陆军部拿回电报 说曼妮姐嫁人了 什么 这才是晴天霹雳 五雷轰顶 我不相信曼妮姐姐会另有所爱 可是风云变幻 南北祖歌 难道就真的让两情消失了吗 世间情为何物 生死相续又从何谈起 干报 不用了 莫兰 桂仪 我去看他 平昌哥 别去啊 哎 大少爷现在病得不轻 你别去 别火上加油了 曼妮姐姐真的 嗯 可怜大少爷的病 哎 我看这样吧 先到前厅去 老爷等着你呢 伯父伯母 消息确实吗 家门不兴 无力回天了 木兰 我一直把你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 现在看来 只有你能救大哥 大哥也不愿冲喜 不要勉强他吧 他不愿意 如今我们家是靠山山崩 靠水水流 他还有什么愿意不愿意的 你不要再勉强木兰了 这是平洋的生辰八字 三代姓 我本想 把他送到姚府上去 可我琢磨 送不去 我犹豫了再犹豫 我不能这样做 你不愿意 我怎么好送你去 我也是读过圣贤书的人 也是这样为人 我曾某自问 平生福危济难 没有做过对不起自己良心上的事 我阳可对天 福可对地 可为什么 老天还要这么惩罚我 伯父你不要自责 这不是天意 老爷 还是看看木兰的意思吧 不要再说了 我想清楚了 只有顺迎天意 听天有名 平亚生死存亡 不用再争 曾伯伯你别这么想 平亚哥会有救的 你不要孔颜快安慰我 老年丧子 人生大活 我懂 平儿 你没哭啊 太太 太太 这是平亚的生辰八字 我当着你的面 把它烧了 绝不再提 不再提 不要烧 不要烧 别烧了 孟儿 那你的意思是 我嫁给大哥 曾伯伯 伯伯 你停 曾伯伯 我的好女儿 太太 莫兰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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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跪欠 快扶大少奶奶起来 他们二老一跪 你就答应了 到时我脑子里 一片空白 哎呀 你有没有想过 苦海无边呢 当你看见 对你有救命之恩的增加二老 跪在你面前 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你的心血是白上了 还不把父老先生给气死 什么叫自由 什么叫平等 什么叫妇女人权 你全都给忘了吗 还要去给个快死的人去葬 我一直伺候平雅阁 他也不是没有一点希望 万一呢 你有没有想到万一呢 我想到过 如果老天真的那么不幸 我会在大哥最后一刻 给他一些安慰 因为曼妮姐姐的消息 对他已经打击太大了 他真的太凄惨了 嗯 然后替他守寡 图个真切牌坊 然后搭上自己一辈子 我没有想到这些 也许 爱可以让他起死回生 你呀 好妹妹 我也需要一些力量 别怪我 给我一点信心吧 我没有 好 注意不改了 开宫没有回头见 姻缘前生定 半点儿不由人 平雅阁 除了有兵在身 也是一个很好的人 那都不必说了 我好像有好些话想祝福你 又好像 没什么好祝福你的 你儿也要出阁了 我这个当爸爸的 反而心境无水 你最让爸爸放心 其实 女儿最舍不得的 就是您 喝这个书房了 你是我大女儿 你要出门子了 爸爸不能太寒碜了 来 想拿走哪件就带走 爸 这可都是您最心爱的宝贝啊 爸的最心疼的是木兰 你我都舍得了 这些神外职务又算什么呢 来 大伙都听着点啊 今儿咱府上办喜事儿 好好地把房子都打扫打扫 我告诉你 我要求啊 砖要见灰 墙要见白 地要见平 门要见心 知道了知道了 都轻着点啊 看好了 少不得啊 咱们大伙都有份啊 要是干不好太理脾气 你们也都知道 懂吗 轻着点 这件铜器你认识吗 爸爸曾经说过 这个是周朝的铜绝 是光卿士大夫用来喝酒用的 三千年来啊 他也许换个上百个主人了 谁又能够永远独有他呢 你不带走百年之后 谁又是他的主人 这一架子的商宜周顶 金砖汉瓦 从唐窝虎到颜真卿 全都是你的假装 啊 还有这些 你看 这几十件的甲骨啊 是我精心挑选出来的 也给你做假装 爸 这一片片甲骨 都是价值连城的 您还是自己留着吧 正因为它价值连城 爸爸才要留给你 你留着它 比爸爸留着更好 爸爸 你还是留一些 给莫愁和嫡妃吧 弟弟虽然在英国留学 可是很快 他就要回国了 你以为爸爸偏心吗 莫愁嫡妃 他们懂吗 宝剑要赠予壮士 红粉赠予佳人 这些宝物 尤其这甲骨 等到太平盛世了 找个机会 把它们都给捐了 要捐就捐给国家 小姑奶奶 怎么回事啊 还能怎么回事 你自己看 此定于八月十五中秋佳节 增府姚府 增府牛府联姻 结尊后教 没错呀 还没错 他姚家为什么写在前面呀 是他姚木兰嫁长多 还是他势力大呀 姚木兰嫁老大 你嫁老二 当然是把他写前头 把你写后头拉 把你写前头 那也不合规矩呀 这一门金是一回事 干嘛搅在一起呀 牛家就是牛家 姚家就是姚家 把帖子收回去 重写 还是我闺女有主意 行 我跟曾家说去 给改过来 大人 都重新写了吗 重写好了 这是曾牛连音 那是曾姚连音 你们辛苦了 应该的应该的 两份要一起发出去 是 来人 老爷 电报局 几位老爷 都是给我帮忙的 茶水饭菜 得死我好 好 不许马虎 好好是 太太 姚家的礼单 放在桌上吧 老爷 喜铁可以分成两份 可是两柄花酱 总会有个先后到的 当然是长者为先了 不是怕牛家的小姐 不高兴吗 那怎么办 并且进来 莫非让我拆降吗 其实贵姐倒是有个好主意 她说既然把两个院子 都布置得一模一样 那就应该同时放炮 同时走月 虧她想得出来 老爷 其实我这两天也一直在想 也许我们家是因祸得福 什么福 不然这个孩子懂事贤惠周到 谁要能娶到她 那真是叫了帮富运了 她小的时候呀 我就一直在想 她不是跟我们家的老三就差一岁吗 小时候又玩的好 真的可以算是青梅竹马了 要是她花落别家的话 那我就像一个到手的珠宝丢了 会懊悔一辈子的 哎呀 你现在就别想老三了 她只好做老三的大嫂喽 反正肉啊 烂在了锅里 咱们没有便宜别人嘛 这姚家不知对得怎么样 我忘了 你来看 他们嫁妆李丹也都过来了 老爷你看 这么长 不单长 而且 一共四十八台 都是化针驾驶的 还有古董呢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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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 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传个劲 慢慢说 你看看 谁来了 你是 曼妮 曼妮给姨父姨磕头 好 起来吧 你父亲 已经入土成练了 他已经走了两年多了 我们总算是回到了家乡 途中还经过 两圈的战场 炮火连天的 不过 北伐军没有为难我们 总算是回到了家乡 入土为安了 我给你发的电报 你收到了吗 我们老家是穷乡僻壤 到现在还没有电报局呢 哦 对了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 正好看见门口在粉刷墙壁 说是家里要拜喜事 不知道是哪一位要大喜啊 曼妮小姐来得巧赶上了 是二少爷要娶牛家小姐 日子就在眼前呢 啊 原来是二表弟要娶妻啊 真是恭喜恭喜啊 嗯 我还想去看望一下大表哥 那就 让桂仪告诉你吧 嗯 桂仪好 我领她去 怎么办怎么办 她既然来了 就只能是她了 那姚家那边怎么说 只好实话实说 我去谢罪 平衙的病要不要紧啊 哎 两个月了 都不能下地 我要去看看她 她住在哪里啊 哎 别着急 你看你 一身中校 这样到屋里去 对病人不好 那我先换了校服 嗯 对 沐浴更衣 然后我再陪你去 嗯 哎 哎 孙雅表弟 曼妮表姐 你都长这么高了 你成大人了 哎 你怎么穿一身白啊 不是说你那个 孙雅 就那个 我们还有事 走吧 哎 孙雅 嗯 妈 曼妮表姐不是嫁人了吗 怎么穿一身校服 你胡说什么呀 妈告诉你啊 曼妮还是曼妮 她没有嫁人 嗯 那陆军司令部的电报 总不会无中生有造谣声势吧 那一定是别人弄错了 这件事情 可不许以后再提了 要是让曼妮知道了 妈拿你试问 呃 我知道了 那没事我先走了 嗯 去吧 嗯 平啊 你快起来看看 谁来了 平哥 我回来了 又是一场梦 哎 不是做梦是真的 她就是你遭失目想的曼妮小姐啊 曼妮 曼妮妹妹 曼妮 平哥 曼妮 真的是你 曼妮 你一点消息都没有 可是我知道 我当妈你一定会回来的 一定会回来的 平哥 你瘦了 你回来我就好了 我现在觉得我的精神已经好多了 我现在觉得我的精神已经好多了 曼妮 你 你越长也漂亮了 一路封尘 我都不成样子了 不过 就像以前一样 像我在梦里梦到的一样 哎 平哥 你出了好多汗 我去给你擦擦 我去给你擦擦 我去给你擦擦楼了 你姐姐不用嫁我大哥了 你大哥完了 你瞎说什么呢 是本主来了 我先走了 你平时出汗都是谁给你擦的 是丫鬟吗 不是 都是木兰擦的 木兰 他经常来看你吗 对啊 对了 说不定等一下他就会过来 这些日子里多亏他照顾我 不过你一回来 他就可以休息了 曼妮姐姐回来了 这下你可省心了 不用去当你的救命之人了 那我要去看看他 你去看什么呀 他们唱他们去一校相会 没你的事了 我跟他可是八百之交 怎么能躲呢 走了 小姐 木兰 他们都在冬花院 你快去吧 孙燕 辛苦你了 还跑去一趟送信 你坐 怎么了 我告诉你 我正要去找你 还有一件事 什么事 在我爸我妈决定冲喜的人选的时候 是我呢 替我大哥摸的纸团 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后来我才知道是选人 你知道我摸的是谁吗 谁呀 难怪曾伯伯先到我们家去求亲呢 原来都怪你这只手啊 哪只手摸的 真该打 白折腾了几天 现在呀 我就是想冲喜 也冲不了了 木兰 太太 伯母 孙燕 现在没你什么事了 走吧 是我替我个摸的 我要和木兰说几句话 你自己走开 乖 伯母 你看 真是谣言害死人的 你曼妮姐她又回来了 我就是来看她的 一来失去逾就 二来我似乎凭小哥 有一些经验 我想跟她交代交代 那 那结婚事呢 曼妮姐姐回来了 自然就不用代价了 我想大哥见到姐姐 病就会好了 是啊 木兰 你会不会抱怨我们曾家 出尔反尔呢 不会伯母 这双喜为了救急 救急又为了救命 阴差阳错 我怎么会抱怨呢 木兰 你真的是个 同情达理的好姑娘 说到我的心里去了 大家那件事情 我希望你不要再跟曼妮提起 免得引起她的误会 又平天伤心 好吗 放心好了 我肯定不会提她 嗯 谢谢你 曼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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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妹妹 你知道吗 我想你等你都快急死了 一听说你回来 我立刻跑出来 浑身都是汗 出门之前我们还说 哎 你是个人私奔去了 哈哈 木兰 你也吓了我一跳 那么长时间不见 我都认不出来你了 是吗 来 坐下来 坐下来 你坐吧 你坐吧 你坐 这些日子真是多亏了你了 照顾了平亚 我得好好谢谢你 那该以什么身份谢我呢 当然是以姐姐的身份了 是以新娘子吧 新娘子 我 是啊 你没看到这府上张灯结财 虚心以待吗 平哥 不是为了二弟的婚事吗 曼妮小姐 饭好了 你是在餐厅用餐 还是开在这 哦 桂姨 就开在这吧 我陪他们吃 哦 好 洗帖已经发出去很久了 这可如何是好 现在吴佩服过了时 又换了孙战芳 可曾家的儿媳 还没过门 就跟走马灯似的 怎么下台 那就叫人重新写帖子 连夜发出去吧 怎么写 当然是曾孙两家联姻了 那人家会问 曾瑶联姻是怎么回事 洗帖还有写错的吗 莫非是我风火戏祝侯吗 可是老爷 曼妮既然来了 咱们总不能将错就错吧 那曼妮还没答应呢吗 木兰 你还认我这个姐姐吗 你永远都是我的姐姐 那 那你一定要跟我说实话 姐姐想问什么呢 平哥的病 平哥的病见好啊 而且啊 看到你以后 她就更好了 木兰 你一定要跟我说实话 她是不是已经病入膏肓了 姐姐怎么能这么想呢 平亚哥的病确实有起色 江太医说过 只要过了月中 就会有好转 木兰 我在北京城里面 举目无亲 我就只有你这一个亲人 现在我全都指望你了 曼妮 爱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